… 歡迎來到搖滾萌娃和我是Joey 今天呢 我們要來做一個 如果有在聽嘻哈的觀眾朋友應該 不陌生 Dencil Curry 這個名字 他其實從以前就一直被人們認為是一個 被非常低估的名字 直到他去年出產的這一張 不管是銷售 還是樂品、口碑都有亮眼表現的 Taboo之後 他才終於有了這個非常大放異彩的表現 Taboo在去年我就有做一個樂評 但是一直到今年我才真的是非常的熱愛這一張專輯 我對他的想法算是有一個非常非常大的改變 如果要我選現在在Trap圈裡面最厲害最大咖的角色 Denzel Curry一定是我的口袋名單 那麼他今天突然的推出了這首Ricky的單曲 非常期待喔那廢話不多說 Let's get into it 嘩 嘩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其实你不能听出来 Denzel Curry在去年的那张专辑里面 算是有做到一个跟他以前非常不一样的这种 很强劲很霸气很强硬的这种曲风 听到这首Ricky其实可以算是有点 回到以前的那种Denzel Curry 这首歌真的是一个 It's a straight banger I need some fresh air Still need some fresh air 对那非常期待今年可以听到Denzel Curry的新的project 那么大家应该有发现 我这个频道最近也是片量比较少 其实除了我提到稍微比较忙了一点之外呢 还有一个外部的因素 其实我之后会再跟大家详细的讲一下 所以对以上就是今天的first reaction 然后 有什么想法可以在下面留言 然后想要review什么 reaction什么都可以跟我说 不要忘记按赞订阅我们就 下支影片再见咯 拜拜